哥 这是怎么回事 他就是白四爷吗 给我住嘴 四爷 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啊 原来林兄弟是自己人 今天这事都是误会 林兄弟 你看看怎么处着他们 让他们不要再出现在这所学校附近就行了 什么 这 都听到林兄弟说的话了吧 还不赶紧动手 白四爷 误会啊 这都是误会 我是王伟 是解体要跟您吃饭的王伟 您不能就这么 白四爷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白四爷 林兄弟 我保证他们不会再出现在你面前了 放心吧 没想到你会带这么多人来 您可是我们白家的贵客 您的事就是我们的事 当然得办得漂亮 感谢 今后你们白家的事 我也会尽全力帮忙的 这是白家的荣幸 这 这是怎么回事啊 你这个室友究竟是什么人啊 我也不知道 林兄他肯定有什么不为人知的背景 太帅了 林兄 你真的太帅了 认识白色也不爽 居然还跟这种大人物那么少 多大点事 你想的话 我可以介绍你与他认识 那还是算了 四爷的气场太足 我在他面前 估计连话都不敢说 好了 差不多也该睡了 明天还得军训呢 对啊 洗灯了 大家晚安 找汪洋他们的事情 交给白家去办就好了 我现在这边记下心来修炼一段时间 同学们好啊 同学们 这位是罗承教官 由他来全权负责你们此次的军训 大家一定要好好听从教官的指挥 大家好 我是此次军训的领队 大二的苗思琪 师姐 学弟 怎么老是碰见他 想不到 这所学校居然还有这样的小美女 等我一下 不好意思啊 我迟到了 好 白梦蝶也跟我们一起军训吧 这也太爽了吧 这份工作还真是不赖啊 下不为例 归队吧 好的 谢谢教官 好了 既然是军训 我就让你们体验一下 真正的部队生活 大家都上车 上车 我们要去哪啊 好了好了 赶紧的 不从教官指示 这么基本的事情都不懂吗 刚才那个教官身上 学弟啊 昨天的事谢谢你了 小事 不过学姐 你为什么也要跟着一起去啊 那个 我是领队嘛 职责就是陪着你们 这次又是野外生存 我得多照顾着点你们这些新生才行 灵修 好巧啊 我们又见面了 这巧合是不是有点多了 哇 你不是那个大明星吗 学姐好呀 灵修哥哥 我们坐一辆车吧 还请学姐多多关照咯 大色鬼 不理你了 好了 我们出发 越来越期待后面的日子了 你们没事吧 没事 没天理啊 好羡慕灵修 你们在看啥呢 看渣男 好了 同学们 我们到了 大家下车 下车吧 这是个座的 哇 这里是什么地方啊 这次军训的内容很简单 就是在这座山里生活七天 生活七天 我连吃的都没带 山里有野兽怎么办呀 我换洗的衣服都没带 这里怎么洗澡啊 这军训还蛮轻松的嘛 要跟他一起在野外住七天吗 怎么感觉有些紧张呢 你知道我爸是谁吗 我出了事 你负得起责任 放我回去 我要回家 都给我安静 一片修围 一个普普通通的脚肝 怎么会有这种势力 这就对了嘛 好了 接下来所有人都蒙上眼睛 我会让人把你们分别送到不同的地 生存下来的人 还算通过这次军训考核 生 生存下来 这只是一次军训呢 难不成还得骗上性命 谁知道呢 同学们 配合一下 我倒是要看看 你这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 行了 往前走 教官 那我呢 我来负责他们的后勤吗 不用 你也跟他们一起吧 你干什么 我不是大意的呀 放开我呀 我可是领队 赶紧走吧 还真是一个人都没有啊 热死了热死了 对了 好舒服呀 就在这里等着别人来找我吧 你是谁 放开我 别动 听我的话 不然 你可就没法顺利通过考核咯 罗 罗教官 给我跪下 教 教官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不用紧张 我只是来陪你单独家练法 只要你乖乖听我的话 什么危险都不会有的 磨叽什么呢 走快点 仔细想想 还是觉得不对劲 不能就这么任由他们摆布 小兵 赶紧帮我找下其他同学的位置 要快 随命有主言 求求你了 不要 别折腾了 你就是叫我喉咙也没人能听到的 喂 正知事 老程 这次的任务执行得怎么样了 玩玩可以 你可别太过头了啊 知事请放心 那长生果 我一定会为您顺利拿到的 记住 那长生果周围有一只凶恶的地龙 好好利用那些学生 只要喂饱他 就能顺利取得长生果 明白 我已经准备好了 马上就动手 你 你想做什么 我已经乖乖听你的话了 饶我一命吧 救救命啊 这山里还有四十个学生 都已经分散了 你可以尽情地吃哦 收工收工 这到手的也太容易了吧 真是可惜那些学生了 都怪这正知事一直在催 否则 我还想多找几个美女聊聊呢 二七 二八 二九 错不了 这些人根本就不是真正的教官 这牌子一看就是伪造的 这次军选果然有问题 三六 三七 三八 雷秀哥哥 还有一个叫正秋的不在 啊 二八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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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